民族情怀 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22号 农历辛丑年8月16 欢迎收看两岸头条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解放军在美舰过航台湾海峡同日 与台岛士兵演练回应挑衅 美军将领曾密电中方 保证不会开战 台军汉光演习期间 大陆情报船现身台湾外海 解放军中秋节常态打卡台空域 海关总署禁止输入台湾番栗枝和联雾 民进党当局扬言要向世贸组织告状 台日勾连不断 蔡英文与参拜过晋国神社的 日本首相候选人高氏早苗视频通话 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进入冲刺阶段 四位候选人皆坚决反对改名 台湾国民党 台媒曝光民进党内部民调 过半台湾民众不接受蒋介石纪念堂转型 本网发表两快评 民进党是转型正义还是转型不义 好 下面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首先来看今天的头条消息 9月17号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巴里号过航台湾海峡 台媒统计称这是美国军舰今年第九度过航台湾海峡 同日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岛西南海空域实施了联合警训和实战化演练 日前东部战区一批录了海军航空兵高燃实弹射击的画面 场面震撼引发各界关注 详细内容我们来看记者尹赛南的跟踪报道 综合台媒报道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9月17号发布新闻稿 宣称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巴里号于当日通过台湾海峡 展现美方所谓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 台媒称这是美舰今年第九度过航台湾海峡 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出动包括作战舰艇 预警机轰炸机等在内的海空兵力 在台岛西南海空域实施联合警巡和实战化演练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 有关行动旨在提高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将根据台海局势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需要常态组织 早在上月17号到19号 解放军东部战区曾出动多兵种力量 在台岛西南东南等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火力突击等持兵演练 历时长达72小时 引发岛内各界广泛热议 台防务部门密切关注的同时 却一改往日炒作态势 并无发布任何具有冲突性 针对性的言语 以防引发政治后果 针对美台之间的种种小动作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此前曾表示 美台频频勾连挑衅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已成为台海安全风险最大扩原 东部战区将持续加强战备训练 有决心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值得一提的是 近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被爆出曾与特朗普政府末期 两次秘密致电中方 在美国政界引发轩然大波 对此 米利本人公开回应称 这一举动完全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 据悉 由于担心特朗普可能会对中国开战 米利曾分别于去年10月30号 和今年1月8号两次联系中方官员 在这两次通话中 米利都向中方保证 美国的政局是稳定的 且不会对中国发动攻击 米利表示 如果特朗普真的决定攻击中国 他会提前通过电话警告中方 此外据台媒报道 解放军军机于中秋节当天 再度进入台空域 台防部门日前也对外披露称 在台军汉光演习期间 大陆情报船曾两度出现在台湾附属的 蓝羽岛外海 请看记者尹赛南的跟踪报道 据悉 解放军军机21号清晨5时12分 进入所谓台湾西南空域 高度3500米 台空军宣称 在空警戒并广播驱离 截至目前 解放军军机本月已累计进入台空域14天 2021年累计进入台空域181天 共计473架次 此外 台防务部门宣称 台军汉光演习期间 大陆情报船和护卫舰 曾分别于9月14号晚11时 和9月15号凌晨4时 分别出现在蓝羽东方55海里处和35海里处 而这段时间 台空军正执行战力保存战术 以及各式战机在蓝羽外海的模拟炸射 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此前曾表示 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正当合法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 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战区部队有决心 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坚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海关总署18号发布通知 因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 将于9月20号起 暂停台湾地区 蕃荔枝和联屋输入大陆 对此民进党当局扬言称 不能接受 还表示要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 岛内舆论则普遍批评民进党当局 不能正视问题 只会政治操弄 最终只会害惨台湾 具体的情况 我们来看记者蒲燕的详细报道 海关总署网站9月18号发布通知表示 今年以来 大陆海关多次从台湾地区输入大陆的蕃荔枝和联屋中 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 大洋屯纹粉介 为防范植物疫情风险 依据大陆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自决定自2021年9月20号起 暂停台湾地区蕃荔枝和联屋输入大陆 各海关自2021年9月20号起 暂停受理台湾地区蕃荔枝和联屋报关 并及时将上述情况通知辖区内相关企业 通知发出后 到内反应强烈 民进党当局不但不想办法解决问题 还刻意歪曲 企图通过污蔑大陆来回避自身问题 台农业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陈吉仲 声称对此无法接受 他还扬言 希望大陆根据WTO国际规范 及动植物防疫相关规范处理 否则台湾将向WTO争端解决机制提出诉讼 台外事部门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 攻击大陆将贸易所谓武器化 还声称这是所谓的敌意行为 对于民进党当局的一再污蔑狡辩的行为 岛内纷纷批评认为民进党又在甩锅了 有舆论指出 把关不严 不检讨检疫流程 反而指责对方 农作物出口不止大陆 连日本等国都抓过有台湾地区输出农作物 并崇害残留的记录 果然又是邀功伟过的官员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济臣21号批评称 民进党当局不能每次出事 就转移焦点 找理由搪塞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以信 则批评指出 蔡英文不与大陆进行协商 反要舍尽求远 走WTO途径解决争端 是刻意把两岸问题国际化 中国国民党主席候选人朱立伦 质疑民进党当局是明白人装糊涂 不愿意面对沟通解决 更痛批民进党当局 这是在抗中保台 还是抗中害台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受访时直言 民进党当局做事要务实 不要只会空喊政治口号 告是政治动作的 有效没效不知道 但是我刚才讲过 短中长期计划 那三个还是要 还是该做的还是要做的 政治上喊口号就大家都知道 但是不要 我最讨厌就是永远只有喊口号 都没有做实施 中国时报21号评论称 台湾地区对大陆830项农产品管制进口 其实已违反WTO平等互惠精神 若真的诉诸WTO不仅旷日费时 且难有具体成果 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指出 台湾把大陆过去的让利当成理所当然 现在大陆不过是回归正常贸易做法 陈吉仲就像耍无赖的小孩在地上打滚 既要收割反中红利 又要对方让利 天底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其实台湾地区外销水果因各种问题遭退货 已不止头一遭了 早在今年2月底 大陆宣布因查出借壳虫 3月起暂缓输入台湾地区的菠萝 事隔9天 日本食品公司宣布因验出农药超标 下架750箱台湾香蕉 台湾地区销往新加坡的菠萝 传出黑心问题被超市下架 销往日本的也传出鹤化黑心现象 新西兰6月因发现一批台湾芒果荔枝 遭东方果食营入侵 下令暂停入境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民进党当局在面对台湾地区水果遭禁食 却严重双标 台湾水果遭日本新加坡退货时 陈吉仲称台湾地区水果品质不良 是过早采收运输不当所致 向新加坡日本品质不服期待的凤梨表达歉意 对新西兰禁止台湾地区芒果表示会尊重 但对大陆正当简易举措 却大肆政治操弄 据台媒报道 前民进党明代郭正亮在岛内节目中披露 根据台湾农委会公布的数据 当时大陆查出 有19件台湾地区番荔枝和莲污水果不合格后 并没有立即叫停 一直到9月 台湾地区仍没有改善这一情况 才宣布暂停输入 郭正亮直言 相较于新西兰仅仅查出一件 就立即禁止台湾地区芒果荔枝入境的情况 大陆已经十分宽容 质疑陈吉仲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双标的太明显 关于海关总署宣布暂停台湾地区番荔枝和莲污输入大陆后 民进党当局指责大陆方面政治打压 损害台湾农民利益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对此回应指出 今年以来 大陆海关多次从台湾地区输入的番荔枝和莲污中 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 大洋屯纹粉件 均依法采取了退回或销毁措施 并及时向台湾方面进行了通报 该有害生物危及多种水果和粮食作物 一旦传入 将对大陆农林业生产和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为从源头上防范植物疫情风险 依据大陆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海关总署决定自2021年9月20号起 暂停台湾地区番荔枝和莲污输入大陆 朱凤莲强调 2020年以来 大陆方面多次向台湾有关方面通报输入水果不合格情况 并提醒其加强源头管控 但此类情况一直未得到改善 暂停台湾地区番荔枝和莲污输入 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 保护民众的切身利益 是科学合理完全正当的 海关总署已通过海峡两岸农产品检疫检验合作协议联系渠道 向台方进行了相应通报 民进党当局把事关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 民众切身利益的必要暂停措施政治化 借及恶意抹黑大陆 煽动两岸对立 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说明他们根本不想解决问题 丝毫没有为台湾民众着想的意愿 只会进一步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于9月29号举行 这场选举将决定谁来担任日本新任首相 在四名候选人中 对历史问题中日关系等领域态度最为消极恶劣的 莫过于曾在安倍内阁担任过总务大臣的高市早苗 日前高市早苗在其社交平台上发文称 刚刚通过翻译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就安保等问题举行了线上沟通 据曝光的画面显示沟通时高市早苗还在背景墙上并列悬挂了日本国企和台湾地区旗帜 具体内容我们来看记者张亚庆的详细报道 据悉高市早苗曾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内阁担任过总务大臣 据报道其在上任后不久就去参拜了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据台媒报道安倍晋三还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高市早苗的帖子 吹捧这次沟通是所谓世界瞩目 蔡英文也转发了该贴文还声称台日互助是非常重要的纽带 对于区域的稳定繁荣也具有相当的意义 他期待台日之间未来能在各领域有更紧密合作 另据台媒报道民进党20号还就此声称 蔡英文与高市早苗进行视频沟通 除了再次感谢日方在疫情期间提供近390万剂新冠肺炎疫苗 两人也就包括区域安全经济情势以及产业供应链等议题交还意见 此外有媒体发现一个细节 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中仅称呼蔡英文为民进党主席 并未使用其他头衔 此前日本自民党和民进党于8月27号 在线上召开了两党间所谓的二加二会议 这两个事件中日方的政治目的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就是打着所谓政党交流的幌子搞实质的政治接触 外交部发言人曾指出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民负有历史罪责 尤其需要谨言慎行 针对日本一些政客的涉台言论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此前也表示 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 立即纠正错误 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周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停止一切涉台错误原刑 民进党当局妄想构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 注定失败 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综合台媒报道 四位候选人朱立伦 江启臣 张亚忠 卓博元日前出席网络直播辩论会 面对中国国民党名称是否要去中国化 四人都认为党名不能变更 坚决反对更名为台湾国民党 关于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的相关动态 请看记者李宁的综合报道 朱立伦表示 中国国民党不仅在台湾地区 也跟全世界侨胞及两岸有深厚的连结 平常简称国民党可以 但全名不能改 若更名为台湾国民党 他绝对反对 张亚忠表示 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创建的百年老殿 改名是断了中国国民党的根 江启臣直接以中国国民党主席自称 他强调用此头衔对他而言是责任 也是荣誉 更是骄傲 面对两岸议题 朱立伦表示 两岸相互交流的基础就是求同存异 这是九二共识的基本精神 他认为中国国民党现在是在野党 能做的是社会力交流 张亚忠指出 九二共识是定海神针 若他当选党主席 会提出和平备忘录 找到双方可以接受的共识 江启臣表示 这些年来政党轮替 九二共识被抹红抹黑 若他连任将亲自率队赴大陆 展开国共高层会谈 卓博元认为 九二共识是两岸重要的和平基础 民进党执政后抛弃九二共识 造成两岸关系紧张 若能进化升华 确保两岸和平及交流 才是人民所期望的 针对大陆自20号起暂停输入台湾地区的 番离之河联务 朱立伦则表示 两岸陷入抗中保台思维 受害的是岛内农民 张亚忠说 两岸没有对谈机制 显示民进党当局行政能力不行 若当选会尽快与大陆展开对话 江启臣表示 中国国民党必须用九二共识 重启两岸契机 若当选会倾付大陆参加海峡论坛 卓博元则质疑民进党当局推动拓展内外销 及加工的方法根本行不通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民进党当局成立的所谓促转会 日前公布了中正纪念堂园区转型方案 目的是将该纪念堂转型成 所谓反省威权的历史公园 并要移除纪念堂内的蒋介石铜像 不过近日岛内流出的一份 所谓民进党内部的民调声 针对中正纪念堂的所谓转型 有接近六成的台湾受访者表示不赞成 详细的情况 我们来看记者李杰的综合报道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民进党针对中正纪念堂转型一事 进行了民意调查 但结果显示 支持中正纪念堂转型为 反省权威历史公园的台湾民众 只有25% 不支持者有58% 同时对于拆除蒋介石同项 只有37%的民众表示能够接受 有54%的民众表示不能接受 民进党党内人士称 该议题可能还需花很长时间 所谓说服台湾民众 民进党发言人严若芳 以所谓民调没有消息来源为由 对结果不予置评 此外 据台媒报道 中国国民党医疗委员会主委蔡明忠 日前表示 中正纪念堂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 建筑是台湾地区历史的一部分 本网今天发表题为 过半台湾民众反对拆蒋介石同项 民进党是转型正义 还是转型不义的两岸快评 门中指出 拆蒋介石同项这一招 民进党反反复复用了多年 是其去中国化过程中的惯用伎俩 但民进党不认自己是中国人 能改变广大台湾同胞认同中国的事实吗 割裂中华文化只会摧毁台湾社会文化基础 令社会陷入无序与混乱之中 如此道行逆施 台湾民众不会答应 祖国大陆更不会答应 终有一日 民进党当局文化台独的种种逆行 将被彻底清算和拨乱反正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中国台湾网 也欢迎网友们在中国台湾网 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斗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